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长书市民王先生在上海遭遇了一起骗局。 他花费50万元治疗儿子的自闭症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 王先生在一个自闭症治疗群中得知了恰须机构,该机构宣称可以治愈自闭症,治疗成功率达92%。 为了给孩子希望,王先生已恰许签订了服务协议,支付了巨额费用。 然而,调理服务后孩子并未有显著效果。 此外,其他家庭也遭遇类似情况。 警方已介入调查此骗局。 这是一起涉及自闭症治疗的骗局,多个家庭被承诺治愈效果并支付了巨额费用, 但调理服务后孩子并未有明显变化。 此事件提醒人们在选择治疗机构时要慎重,避免被不时宣传蒙蔽。 警方已介入调查,相信逐步会给受害者一个公正的交代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